我其实跟台湾还是非常有缘的 因为我第一次来是2003年 2003年那个时候 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部 演男一号的戏 然后我正好又是演个台湾人 所以我2003年第一次来 其实是我来台湾那么多次 待得最长的一次 大概大概大概有一个半月了 而且还去了挺多地方 像花莲啊台东都去了 就是那次来其实给的 我对台湾是留下一个非常深刻 很美好的印象 自然风光 然后还有各种美食 而且那个时候也年轻嘛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晚上还 去那个阳明山山去看那个台北的夜景 所以都是非常美好的记忆 当然今天呢 我整个交流过程那个氛围 还是非常好的 大家也很积极的很踊跃 但是我觉得可能还少了一些什么 就是我一直是被提问 我没有提问的机会 其实我也很想就是去了解 就是现在的年轻的台湾的创作者 他们的一些想法 因为我其实最近这几年拍的电影 都是和年轻的导演编剧合照 所以我在他们身上 其实是感受到很多不一样的思路和想法 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所以我今天也说了 我说如果大家以后有好的剧本 都先给我看一下 我先表个态 我们两地就是说这个文化是同跟同样的 所以大家在看这个剧的时候 会找到很多共情的点 然后防花我觉得就更不用讲了 因为我相信有很多台湾人都经历了那个时代 也都曾在那个时代的上海 为这个上海的经济发展和城市的建设做出过贡献 所以就是作为一个上海人来说 其实跟台北跟台湾人还是走得非常近 所以我能够预料到就是 防花播出以后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这些台湾人 他们在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的那种 时代并行充满了这个斗志 充满了记性 他们一定会非常感慨